男生做男朋友有什么好说 好说太多了 就是什么都不用自己动脑子 就好开心 比如说吃什么 去哪玩 然后干什么 玩什么 然后就出去旅游公路 也都不用自己做 然后干什么 就都不用自己想 就不用动脑子 好开心 我一样的 如果都是新手的话 大家什么都要自己一起想 那我会感觉跟朋友在一起 没有什么区别 如果跟朋友在一起 也是要自己动脑子 那你安排好就好了 不用问我 没什么好处 哪里没有好处 没有没什么好处 今天太丰富了 太把心了 不行了 应该他就是经历过 比较多女朋友的话 可能知道两性关系的一些问题 比较准备吧 比较贴心 哪里贴心 就是他什么都懂 不用你说 他会比较了解你的内心 怎么想的 但是今天太丰富的人 不会是太花心了 就有利有弊啊 如果你找一个小白 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的 就什么都要去教他 教会了 他还不一定是你男朋友呢 是吧 会照顾人呀 啊 女人呢 就是以前他的前女友 教会他的 然后现在都给到我了呀 那你不觉得这样太花心了吗 有好处也有坏处啊 啊 不怎么说 就 就 就